王院長好,毛院長好,各位官員大家好,主席請下毛院長 立委好 毛院長好,今天早上聽到國民黨的立委在質詢毛院長提到相關馬錫會的議題 讓我有很深的感觸 我記得在1978年出現了南海雪書 沒想到2015年我卻聽到了定海神針 這讓我非常的錯愕 我們看到定海神針 所謂的定海神針 這一根神針刺破了各自表述的虛偽氣球 只剩下一宗原則的一個冰冷的石頭狠狠地砸在台灣人民的腦袋上 我今天所要質詢的重要的議題 是勞工的困境 是我們毛內閣的困境 是我們台灣的困境 我要請教毛院長 我們的勞工陷入困境 尤其是在你上任這一年來 不管是過勞的問題 職災的問題 勞保一次領的問題 以及無薪假的問題 都比過去還要嚴重 還有基本工資的問題 我們單單就以過勞的問題來進行討論 過勞問題在今年的一次六月 跟去年的一至六月來做一個比較 腦心血管疾病 因為過勞問題 所產生的這樣的一個傷亡的人數 在去年的一至六月 一至六月是二十九人 今年的一至六月是四十二人 上漲了約四成 這是過勞的問題 還有執災的問題 執災的問題 去年的一至八月 因為執災的傷病亡人數 達到四百零九人 那今年一至八月 從去年的四百零九人 變成四百二十人 院長 過勞的問題如此嚴重 執災的問題 比過去都還要嚴重 我們對勞工的保障 王院長要做檢討 這個部分請部長簡單說明一下 是 谢谢委員的指教 我想有關這個勞工過勞的問題 當然也是我們長期在關心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也是在對於勞工的相關工時 以及他的一些相關的加班的時數 我們都在做一些控制 目前也在 在做控制 現在公時四十小時 勞動部還想要修改勞動基準法實行系則第三條 還想要做一個公時的加班的調整 你們是怕勞工不夠累嗎 不是 這個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個公時原來是兩週八十四小時 現在我們預計在明年就要調整為一週四十小時 那勞工就會減少十三個工作天 那麼同步呢 這個國定假日要把它調整跟全國一致 你們還想要刪掉勞工的國定假日還要刪掉七天 國定假日會減少七天 那還是立法院一直擋下來的 兩邊減少十三天的工作時數 增加七天的國定假日要工作 就還增加六天的休假 那種執災的問題 過勞的問題 我們要站在保護勞工的立場 今年度明顯的上揚比去年都還要嚴重 這是勞動部必須要深刻去檢討 環境的一個問題 在勞動檢查跟安全衛生檢查方面 必須要去落實保障我們的基本勞工 這個部分請院長簡單說明一下 是我想在像勞工安全部分 我以前在交通部的時候 就是像這個也是勞安的 勞安是我們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那麼我想最近最近這個這幾年 我們在勞安方面 勞動部可以講是說 已經訂了很多比較細的一些規定 所以呢對於我們整個勞安的改變 越來越嚴重嗎 我們可以看得到它的改善 有改善嗎 那今年都比去年嚴重 這叫有改善嗎 我覺得這個中間有些時候會有些起伏 但是我們繼續朝這個改善的方向在努力了 院長 今年都比去年嚴重 你自己看勞動部的一個資料 跟委員報告我們整個的這個勞工的這個值在簽人率 已經降到去年是3.5幾了 所以是逐年逐年從過去的將近超過5已經降到3 那你是故意給毛院長打臉啊 你說逐年下降到毛院長這一年又突然上揚起來 他這個每年中間還是會有小的波動 毛院長就要承受這樣的一個波動嗎 我會認為我們看的主要是趨勢 然後在趨勢過程當中如果他有稍微跳起來的話 當然我們繼續努力了 院長我要明確的告訴你 過老的人數值渣的人數就是比去年還要嚴重 這個要落實勞動檢查跟安全衛生的一個檢查 我們會繼續努力了 還有啊 勞保一次零的問題啊 也越來越嚴重 我們今年的6至9月 比去年的6至9月來對比啊 今年多了2043件一次零 大家對勞保沒有信心啊 毛院長我在這邊也質詢過你 對於勞保的安心條款 我們要像公務員一樣 公務員的公保他們的保險有虧損的時候 政府有撥補的責任 也有最終支付的責任 按照公務人員退休輔助基金管理條例第八條 所以他們比較安心 他們不怕虧損不怕倒閉 但是勞工沒有信心啊 我們一再的在這邊要求安心條款要入法 就是勞保有虧損有倒閉的時候 政府要撥補政府要負起最終的支付責任 我們支持我們支持這個條款 支持然後這條條款我在第二會期 就已經提修法的這樣的一個修正案 結果呢9次民進黨黨團 在立法院開會的時候 要把它列為第一的優先案 第一的優先案提了9次被擋了9次 法院長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因為勞工沒有信心 他寧願一次領趕快領 每一年都領了1600億1700億 我請教一下部長 你認為今年這樣一個粗略的估計 一次領大概會領走多少錢 勞保不會倒嗎 我們現在就是每年這個勞保支出 大概有1500億到600億 就是那個勞退的這個 就是勞保的這個 他退休領的這個 這是領一次領的嗎 不是這裡面有70% 已經都是領這個年金了 他已經改領年金了 那剛剛委員講 因為一次金他的金額比較大嘛 那麼年金因為他一次領 今年的6至9月 就比去年的6至9月 多了2043件一次領的案件 因為現在退休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你看到 院長 這不是兩件或20件或200件 是2043件一次領 因為現在退休的人總數比較多 政府沒有信心 對勞保沒有信心 我想這一部分也反映年齡結構 反映年齡結構 院長 反映什麼年齡結構 就是整個年齡 到了這一年 屬於這個年齡層的 相對過去比較多嘛 數量上比較多嘛 比較多 然後現在不是討論年齡的問題 現在是討論一次領的問題 一次領的問題就是勞工 他不放心 他對勞保沒有信心 對政府沒有信心 那個請院長 這個我跟委員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你要看比例啦 看比例 看人數的話 因為他的65歲以上的人越來越多 當然你看起來一次領的人數也增加 但是他的比例呢 還是那個選月退的人比較多 那個選一次領的人還是比較少 大家對勞保沒有信心啊 安心條款不入法 政府沒有負起這樣的一個撥補 以及最終支付責任的時候 我們勞工就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他就選擇一次領 選擇一次領的人越來越多 這會造成勞保的虧損越來越大動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個委員 是很嚴肅的問題 不要在這邊爭辯 你越退的比較多 或者是領一次退的人比較多 就是因為一次退的人越領越多 國家的這樣一個勞保的虧損會越來越大 財務會陷入越來越大的危機 這是我們要去誠實面對的 另外的還有無薪假的問題 無薪假的問題也比去年嚴重 現在這樣的一個各公司工廠 他們的申報其實它的準確度也有問題 因為還有是有很多公司工廠 他們有申報 到目前為止 勞動部這邊掌握的人數是多少 我們目前已經具體跟我們申報的是 有1300多名 但是像華映他最近對媒體說 他預計在11月要有無薪假3000名 如果說這個加起來的話 就立刻會跳到4000多名 不過我們今天還跟華映聯絡 他目前還在做內部的這個跟勞工作 我們要求他一定要先跟勞工開 勞資會議才可以提報 無薪假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勞工 每一個上班的朋友 他們都負責他們的家庭 那無薪假都會讓他們生活 陷入很大的困境 我在想 如果說我們在座的所有的官員 讓你們領無薪假 你三個月領半年 坐在上面 搞不好剩沒幾個人 就是每個人都要面對嚴肅的生活問題 無薪假的這個部分 我們要確實的去調查 掌握他的實際狀況 那我們政府有什麼積極的一個 對勞工的一個補救措施 這個請部長簡單說明一下 是我們對於無薪假事實上 剛剛委員也特別提到 我們都有要他們地方 要向地方勞動局通報 我們也隨時的掌握 那一旦他有放無薪假 第一個勞工要先跟他們 要跟勞工協商 那麼獲得勞工同意 然後每週呢 最多只能夠實施一天或兩天 他的薪資不能低於基本工資 那在這個無薪假期間 我們會補助他們去做這個 充電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訓練計畫 那這部分呢 政府都有相關的配套計畫 提到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沒有調漲 也是勞工心中的一個痛 那我現在請教一下院長 我們在8月的時候 勞動部說 今年的這樣的一個經濟狀況 所以這樣的一個勞資審議 基本工資的勞資審議 在11月的時候 再來考慮要不要召開 我請教一下 11月底會不會召開 這個就是我們在8月 依照法律的規定就是 每年的第三季要召開這個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那在第三季開的時候 因為整個的經濟的這個 留了一個 最近的經濟表現 但是到最近公佈的數據呢 看起來 所以我們 但是我們還是會 還是會再召開一次會議 經濟表現不理想 勞動部也要檢討 對於勞工的照顧 是否有落實 院長 我在這邊再提起一次 我們的過勞的問題 直渣的問題 勞保一次領的問題 無薪假的問題 以及基本工資的問題 讓我們的勞工陷入困境 你身為我們的一個最高首長 要站在保護勞工的立場 我們希望你近期啊 能夠提出具體保障 在保護勞工的一個措施 不要 什麼 勞工的面向 都比去年還差 我就說勞動部 是不是故意給毛院長打臉 然後你們都說 這個趨勢 是波折的 然後這個波折 就硬要加在毛院長的身上 你們是對毛院長有意見嗎 其實基本工資 因為勞工有意見嗎 基本工資我們在這個 這一段 在過去這七年 我們調整了五次啊 已經算是過去 沒有我們這麼照顧勞工的一種做法了 好 一定我給你請教 我們現在 老人照顧的問題 也是我們台灣社會 大家很祝福的一個焦點 就是我們看到 我們的老人比雷人口 我們現在是一個高齡社會 但是我們台灣 現在也要進去超高齡社會 我們現在在二千二十年了 我們老人的人口 中部是大人口的比雷 十二十年 是老人這個比雷 是越來越讓我們煩惱 對老人照顧 我們政府做得到 現在目前 我們政府對老人照顧的一生 一年超過35億 這是七年來的平均 我們對老人照顧 第一 一生不足 第二 第二 人力不足 第三 關懷戰不足 地點 據點也不夠 這個問題 就是讓我們對著 台灣 社會老人 登記照顧的制度 我們覺得我們在這段時間 一定要去六四 去打拼 這部分 請保重 我們照明一下 我想在過去最老高齡人口 這一塊 委員剛剛提到據點 我要跟委員報告 在我接手行政院的時候 全台灣的社區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只有1900個 我今天可以跟委員報告2500個 2400多個 所以這是在我過去不到一年之內 我就增加這個數量 我注意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整體老年 這個高齡社會的話 我們現在通過 長照這個保險 長照這個服務法 我們也推出長照保險法 我們希望能夠趕快通過 我們現在就在長照 服務法通過之後 我們對長照系統的量能 我們也有提升計畫 在明年要一百三十多億 一百三十多億 來加強這一塊 所以我們這一塊 是我們已經注意到 而且是在前 在未來 在過去這一年 我們是強力在弄 要完民眾 他要入路部 要入憲部 你現在要怎麼打光 基本上我認為 我認為長照的問題 必須要用保險制度 才能夠 用保險制度才是可長可久 你的預算有問題 你的人力也不足 所以我們要建立保險制度 你的據點也不足 你用預算 用稅金 是不可能來支撐長照的 要夠老人是政府的接任 這個希望院長 請留言建國 請留言建國 質詢薰他時間共為十五分鐘 謝謝王院長 謝謝主席 有請毛院長 請毛院長 請毛院長 謝謝王院長 如果 Moder fortun當勇 準備好 rice 不會 不自然 不要 MARY 感谢观看